我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里是天津大道 在这条路的旁边,有一个北洋水师大沽船屋遗址 同时这里呢,也是天津唐沽东沽地区的天津市船厂所在地 这个呢,就是天津市船厂的招牌 在1880年,也就是清光绪的六年 当时任支离总督见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奏请光绪帝 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 这个学堂呢,是专为北洋海军培养人才的 同年的11月,在天津唐沽的这个地方 创办了这座北洋水师大沽船屋 当初这里呢,是专门为北洋政府的海军的舰船 提供维修的一个场所 天津的这个北洋水师大沽船屋 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船舶维修工厂 这里就是这个北洋水师大沽船屋遗址纪念碑 刚刚我进入这个厂区的时候 保安的师傅提醒我,这里现在是不能参观的 因为这里原有的纪念馆啊 哪些厂区啊,都不对外开放了 如果想看的话,只能在这个厂区 这一进门处,这个院落里 简单的转一转 不能再往里走了 凡是拉起警戒线的地方都不能过去 就比如这个原有的大沽船屋遗址纪念过岸 看一下它前面都拉起了警戒线 我只能远远的拍一拍了 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天津的海河 在这个地方原有一座海神庙 当初天津的水师学堂和这个大沽船屋 前者是为北洋水师培养人才的 后者是为这个北洋水师提供后勤保障的 可以说北洋海军的建立 天津的这两处前期准备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没记错的话 北洋水师或者叫北洋舰队正式建立是在1888年 也就是清光绪的14年 当时创办于山东的威海卫 这处大沽船屋最开始的时候只是维修建船 到了1890年以后 这里也是一个制造工厂 像炮台、炮筒、各种枪炮、水雷等等 这里都生产 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攻破了大沽口 当时这处大沽船屋是被俄国占领 2000年刚好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屋建屋120周年 刚落成的时候还对外开放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船屋的遗址 另外一部分是海神庙遗址 当时都是可以参观的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里已经荒废了 估计不让参观的原因就是 好多地方都已经成为危楼了 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不过想想也好 这里好多的遗迹都被列入了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了 不展出也是一种保护 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您 各位知道这个地方 想来还没来的 您看完我这个视频 尽量就别来了 您过来也是白跑一趟 好 这就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屋遗址 我现在天津市唐沽渠 这里是上海道 这段上海道是紧靠海河的 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老码头遗址 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就在这个蓝色宣传标语排的后面 有一个雕塑 是一个铁毛的雕塑 就是这个被浪花拓起来的一个铁毛 它底座上有老码头三个字 这边还有海河的介绍 过了那个铁毛雕塑 再往前走 就能到海河畔了 前面就是老码头 在这里远远望去 就能看到好多海鸥在空中盘旋 据说这个老码头 现在也是人们和海鸥亲密互动的 一个小众景点了 天津海河唐沽段上的码头可是不少 这个老码头只是其中的一座 就在这个位置 再往下游不远处 在那个河滨公园的最北墩 那里还有一个码头 就是这里 这里也是一处码头 并且这里还是一个百渡口 这个叫大梁子渡口 直到现在 这里每天还有百渡的船只 来往于两岸 看看那个渡口的入口处 这建筑 非常有年代感 这个渡口 目前是海河下游唐沽段 仅存的一座渡口 建于清朝初起 当初天津沦陷以后 日本侵华时期 曾经在这个大梁子渡口附近 建过一座大菇苦枝工厂 也就是现在的大菇化工厂 那个时候 这个渡口也有百渡船 专门百渡来往两岸的工人 您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渡口入口处的雨棚 雨棚下面就是人行通道 这个雨棚的入口处 这里还有这种游行贴板 这起到一个人群分流的作用 雨棚下面都是等待坐船的人 三五成群正在聊着各自的话题 这个百渡船挺大的 自行车啊 电动车啊 还有摩托车都能够上去 这个人行通道旁边还有一个大门 这个大门是专给汽车通过的 是汽车通道啊 也就是说这个百渡船还能上汽车 应该是足够的大 这边呢 是人行通道这一侧的铁门 现在这里呢 是整点发船 一个小时一班 现在我看看时间 已经快上午的十点了 一会儿呢 到了十点 就船从对岸过来 船过来之后 大概在十点十分左右 我们就能登船起航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铁门后渡口的情况 站在这是能看到对岸的 我看到对岸的船已经过来了 已经停靠在这边岸边了 船上的人已经可以下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自己走着的 有推着车的 对面的人下船完毕之后 我们这边就能开门放行了 现在我就跟着人群 一起往船上走 好 通过铁门了 它的船票是两块钱 可以扫微信 我查了查资料 在1964年前后 这里的船还没有这么大 当初就是一个山板 那个山板非常的小 只能同时容下三十多人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因为坐船的人越来越多 给当时的那个小船 又架了一个舶船 现在我们承诺的这艘船足够大 这是一艘150匹双击的自行式客船 好像是二十多年前换的 一直用到了现在 当然这都是资料里记载的 因为对船没有研究 不知道这艘船是不是 98年前后换的那批船 这里应该是这艘船的动力室 一楼是动力室 二楼是操作间 好 船已经开动了 那个建筑是和平公园最北端的 唐姑教堂 现在是离我刚才上船的那个渡口 越来越远 离对岸是越来越近 对岸还停着几艘船 虽然说船开的不快 但是还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 马上就要靠岸了 整个的航行时间就几分钟 好 现在船已靠岸 我随着人群一起下船 现在唐姑段这个海河上的桥是越来越多 像在这个百渡口的往下游 海门大桥再往下就是那个可开启的桥 再往下游 还有一座桥就是正在修的安阳道跨海河大桥 虽然海河上的桥越来越多 据说这个大梁子渡口即将停运 但是具体停运的时间还没有定 一座百年渡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还真不禁让人唏嘘 所以我这是抓紧时间来这儿录了一个视频 虽然说这个渡口以及这个船只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但是这里更是两岸居民抹不去的一段美好的记忆 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 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那段乘坐百渡船的日子呢